健保典职攸關醫院向健保署可以申請到的費用 而立法院為了健保典职1.1元是否入法爭論不休 朝野黨團昨天終於達成共識 在不修法的前提下 通過明年6月30號前 要達成平均典职1.0.95元的目標 為改善健保典职長期偏低情況 國民黨立委提案修訂全民健保法 希望將保障典职入法 每點零點九五元或一元 歷經立法院朝野協商多次破局後 終於在十六號朝野黨團達成共識 將以主決議方式 在不修改健保法前提下 於明年六月三十號前 要達成健保平均典职1.0.95元 以維護醫事人員權益 根據衛福部估算 如果保障點值1.1元 明年健保勢必增加一千一百五十五億元預算 不僅民眾保費恐怕調漲 也可能出現醫療資源分配失衡 一屆回應表示 雖然沒有完成1.1元入法 但至少已經向前邁進一大步 不過立法院也通過四項附帶決議 包括國民黨所提要求行政院召開跨部會醫療改革會議 提出具體改革方案及相對應其成 民眾黨所提要求衛福部應修訂相關法規 規範保障健保點值優先用於提升醫事人員薪酬待遇 並一年內制定要價調整機制 逐步達成合理要價 針對指示要退出健保給付 擬定失程標等 三個月內要提交報告給未還國委員會 記住拉屎雲 蔣龍翔 台北報導 您擔心的消息 參加確定不擅長